您现在收看的是华士教育文化频道 接下来要播出的是法律与生活 大家好 这是法律与生活第十一讲次 今天要介绍的是旅游与民宿 在节目一开始 我介绍两位参与讨论的贵宾 第一位是李兆环 李律师 你好 刘老师好 袁德律师好 很高兴跟大家来谈谈旅游跟民宿的议题 第二位是李袁德 李律师 你好 大家好 很高兴参与今天的讨论 我们先来介绍今天的讲授重点 我们要介绍有关旅游契约的意义跟它的性质 再介绍旅游契约的成立 再来谈到它的效力 最后有谈到有关民宿的事项 我们一定要用几个案例来跟各位做讨论 第一个案例是说甲旅行社 它承担乙公司的国内旅游 并且签订国内旅游的定型化期别 约定参加人数是40个人 每个人的旅游费用是2000元 参方自始同意 以实际参加人数计算金额 而且乙公司应于出发之前 付总价款的30% 旅游完成之后再支付尾款 但是以它仅愿按实际参加人数的30人 来寄付尾款 所以甲旅行社就依照契约的法律关系 求命为以应给付尾款跟法定 辞验利息的判决 请问一下 这个甲的主张是不是有理由 是 我想说在我们这一题解题之前 要跟各位观众朋友做一个说明 就是在民国88年的时候 在我们民法第八节之一 增订了旅游这个章节 特别就是在这个债的债篇当中 发现在我们一般民间消费当中 旅游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法律关系 所以在514之一特别规定 什么叫做旅游营业人 他有做一个定义 是指提供旅客服务为营业 而收取旅游费用的人 那前向的旅游服务 它是指安排旅程 及提供交通 散述 导游 及其他有关的服务 这些都称为所谓旅游营业人 所要做的旅游服务 所以可以从这个514之一 可以看到所谓的旅游营业人 他的服务的内涵其实是蛮多元的 包括所谓的旅程的安排 交通 散述 甚至所谓的导游领队 等等相关的服务都包括在里头 那很重要的就是 我们在我们这个题目当中 我们了解这个旅游营业人的一个定义 之后我们看到在这个契约当中 假旅行社跟乙公司定约 而且双方已经有口头约定 就是致死都是以实际参加的人数 来做这个费用的计算 可是后来发现说 那个乙公司呢 真正实际参加的人数只有30人 那这个时候呢 假旅行社认为说 事实上呢 应该是以40人来计算 因为他们会认为说 当初的所谓的约定是指40人 那在这个地方可能有一个部分 要跟大家做一个介绍 也就是关于旅游契约 到底是不是所谓的要事契约 或者是不要事契约 那从民法514-2的一个规定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514-2的一个规定 它说到旅游营业人因旅客的请求 应以书面记载下面这些项目 那包括所谓的旅游营业人的名称 旅客的名单等等 很重要的旅客的名单 是其中一个所谓的要记载的事项 但是在我们的一般通说的一个见解 会认为说因为514-2的一个 法条的一个用字潜词是说 当旅游营业人因旅客的请求的时候 才需要做下面这些事项的一个书面记载 所以在法律上我们解释上 通说会认为是所谓的不要事契约 也就是说不一定要以书面记载 为所谓的生肖的一个要件 所以因此就会产生我们这个题目的一个争议 我们可以看到双方约定 这个约定我们没看到是用书面还是口头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说到底是30人还是40人可能会有争议 可是我们可以反推 因为我们514-2的一个法律的见解通说是认为所谓的不要事契约 所以原则上不一定要以所谓的书面为依据的话 双方口头意思表示如果双方认为是以30人来当作计算金额的一个依据的话 所以在本题当中假设仅依民法的一个规定 那原则上是应该依所谓的乙公司 他们实际真的参与的人数是30人来计价来付费 可是在介绍这个旅游契约的时候 可能要跟各位观众朋友介绍一个很重要的国内旅游 不管国外国内旅游都有所谓的定型化契约条款 在这个定型化契约条款有所谓的应记载事项跟不得记载事项 很重要的其中应记载事项当中就有所谓的当事人是应记载事项 所以在这边当中我们可以看到 如果是定型化契约条款的一个规定的话 我们应该知道说当事人应该是在契约订定的时候 就应该是旅游营业人跟旅客当中就应该很清楚 把这个内容先确定下来 所以倘若是在这个定型化契约当中 他们如果有签约 那时候的签约的内容是有多少人次的话 按照定型化契约条款的一个主张 假设当时他们的定型化契约是有写40人的话 那或许是假的主张就有可能有理由 那我想说做这一个部分的一个补充 是 那召还律师对于刚刚的提设的情形 做了详细的说明 在这边只做一点小小的补充 那么虽然是定型化契约里面的约定是参加40人 但是既然提设其实是双方自使以实际参加人数来计算 那这个定型化的契约其实是假来定的 那这个时候如果解释上发生对于假可能会不利 而对于旅游参加的乙公司是有利的时候 按照我们一般解释定型化契约的这样的一个原则 应该是对于做有利的解释 那么既然大家约定是实际参加人数来计算 那么以主张用30人来实际参加的30人来计辅为款 我的看法是应该也有可能站得住脚 好 刚才两位律师有提到 这个国内旅游契约它到底是不是一个钥匙契约 但是因为现在我们根据国内旅游契约的定型化契约来看 目前都是用书面 我们无论它今天是用口头还是书面 它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 它在这个书面上面记载 它是以实际参加人数为准 这是有可能发生的 而且事实上现在也有一些旅游团 它比较人数盘大的时候 它一时没有办法很确定人数 它就用实际人数参加 那现在问题就出在这个 以实际的参加人数为准的这个解释 我们说在解释七月的时候 当然都是应该要探求单身的争议 但是要怎么去探求单身争议呢 我们有一个判例 就39年台上之1053号的判例 它说我们应该要以过去的事实 跟一切的证据资料为判断的基准 那不能够拘离文字 那现在就是问你说 什么叫做实际的参加人数 那我们可以发现到说 在旅游契约 它是比较特殊的 在他们这一个行业里面 就必须要替你这个旅游人 那旅游业的要替旅客 游客要去做保险 他要去安排这个上述 所以它不可能是在当天的人数 它一定是用契约在签订的时候的一个人数 所以你如果是以出发当天的人数 我们这样都会知道说 我们在旅游契约的条款里面有规定 如果你在契约签订之后 你的人数变动了 你也要去跟旅游营业人说 如果说因此造成的费用 你要负担减少费用的话 它不退给你也有可能的 所以在这个部分来讲 就是说你参加人数 应该一定要事先的确定 那现在这个旅客是说 我是当天只有30个人 所以我要以当天出发为准的话 这种说法是不合乎 他们的过去的一个惯例 以及这一个行业里面所行使的一些 同时对于这个游客来说 也不是很正确 因为他要事先安排住宿 所以你不可能在当天来处理 所以假设他已经订了 旅设的这个房间 还要退房这些费用都要负担 所以在这个案子里面 这个我的认为 应该是这个旅行社比较有理由 那我们休息一下 那等一下我们再进行下面的题目 是 好 我们第二题是说 假旅行社承办乙公司的 这个20人泰国普吉岛四日游 那乙也交付了定金 那在出发前三天 他要求增加梅兰河的行程 但是他没有列入 原来的旅游契约书里面 变更旅游天数为六天 那假公司就紧急联络了同行之后 就同意地增加了这个行程 那因为旅游团要团进团出 所以他就为请同业 并公司替他去切票 那在经济餐的座位呢 不足15个人 所以就要买商务餐 那为了要公平起见 所以大家都买商务餐 那么就增加了这个费用 每个人要大概多三千块钱的团费 那这个乙也没有表示 任何的这个意义 那事后呢 而乙就拒绝了支付 这个增加的机票钱 以及梅兰河行程的费用 那贾就去起诉 要求乙起付款项 那乙就说呢 这个贾同意接团以后呢 就应该要速定机票 所以这个贾就应该要自行 把这个吸收这个票价 同时他增加了行程的部分呢 也没有呢 能够呢 给付于呢 原形程相同等级的住宿 跟饮食的品质 所以要求呢 这个贾要赔赏 那这个赔赏费用 跟贾的这个费用呢 来抵消的话呢 也就不需要支付贾 所谓的价金了 那请问一下 这个本案的这个真点 他是说在商务餐的费用 七万三千块钱的 由何人负担 被散述人的费用 要怎么来处理 那请教一下 谁比较有理由 这个案例 其实我们也可以在网路上找到 实际上的判决 是台北地方法院 89年减上至第638号判决 因为他是检疫案件 所以上述还是在地方法院 那么提涉的情形 可能比实际案例的情形 稍微简单一点 那如果是我们去看这个实际判决 简而言之 就是说法院认为 因为我们提设也是一样 就是它是一个暑假期间 暑假期间你要出团 本来机位就不容易找 好那这个时候 因为20个人要去 那有大部分的人是买不到经济舱的 所以必须升等到商务舱 那么实际案例里面 法院认为说 在这种情形下 办出国的 也就是这个乙公司 你当时应该就会晓得 就是说这个时候机位很难要 而且我突然改变了行程 增加了时间 那这个时候更增加了 这个取得机位的一个困难度 那么而且这个旅行社 他为了要怕自己违约 他当然是要团进团出 因此他在购票上面 他会做一点这样的一个考量 法院认为在这种情形下 把大家都变成商务舱的 这样的一个处理 应该是没有违反这个受任人 他在处理委任失误的一个注意义务 也就是说他并没有逾越权限 也没有故意过失 所以就这个部分 应该是他在处理委任失误 在这个买票的时候 那个乙公司也没有反对 那这个时候应该认为说 乙公司也同意了这样的一个做法 而且他明知这个时期 本来票就很难买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法院认为说 应该还是处在他的 受任的这个假旅行社里面 他的权限范围内处理事务 那么既然是处于一个必要费用 这个增加的商务舱的七万多块 应该还是要由乙公司来买单的 那么当然在实务案里里面 这个乙又主张了 其他的损害赔偿的这个部分 那法院大部分认为是说 因为他刚刚 如同刚刚讲的 假旅行社既然没有 这个在处理委任失误上面 没有任何故意过失 逾越权限的情形 那当然就不用负任何的 損害赔偿责任 在实务案里里面 有提到就是说 因为这个旅程的安排不太好 结果导致这个公司的人心鼓噪 那法院认为说 人心鼓噪跟他的 有没有违反契约上的义务 是两回事 不能说因为这个公司的员工 鼓噪了 就认为这个旅行社必须负责 不过有一个 在实务里面的部分就是说 确实他出团之后 可能在饮食住宿上 没有达到预定的品质 那么这个时候 在实务的案例里面是 这个旅行社他已经自成 也自愿 在一定的范围内去做赔偿 那么法院认为说 既然在这样的一个范围内 人家自愿了 那么你主张 他今天没有给品质受到损害的 这样的一个主张 又没有尽到局阵责任 那法院就在这个范围内 肯定了这个赔偿的数额 那么当然如果是 确实是该提供的 这个饮食或者住宿的品质 没有实现的话 当然按照7月来讲 是可以去主张 这个减少嫁金的 或者是请求顺畅赔偿 但是因为 恐怕他要付得出去的 这个机票钱 比他今天可以请求的 这个减价可能高出甚多 所以纵使他主张抵消 恐怕还是必须要付给 旅行社一部分的费用的 是 我想说原德律师对这个案子 其实解释的非常的详细 那在这边只是做一个 小小的补充 因为我们这一集 谈的是所谓的旅游 这个部分 那我们刚刚特别提到 就是在我们的民法514之一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旅游它的内容 其实是非常多的 一个服务的一个项目 所以今天我们可以看到 是所谓的旅客 他自己擅自变更 这个行程 4日变更为6日 而且是在旺季当中 所以在我们的民法的规定 如果说在这样的一个状况当中 我们这个乙公司 他在所谓的调整这个变更的 这个日期这些的其他的一个服务项目 在我们法律上会依据民法529条 也就是其他的劳务契约 如果不是属于其他的一个法律的 规范的法律的一个关系的话 我们会适用委任的关系 那既然是委任的关系 在我们这个同样89年台上 检制这个638号判决当中 他就会认为 这个支出的这些费用 所谓深等候的相关的费用 是属于所谓的必要的费用 这因为是必要的费用 所以在这个判决当中会认为说 原则上就是应该 已要付给所谓的假旅行社 那至于所谓的存害赔偿 是刚刚原则律师说的是 不可请求的 好 那我们这个案子里面 是因为它后来增加了 梅兰河的油层 所以在这个部分 如果按我们现在题目来假设 它没有摆在这个原来契约书里面 那它原来契约书里面 所谓保证的这个品质 是不是要适用在后来增加的这个部分 假设它当时没有做承诺的话 那它至少它要维持通常的价值 那如果它当时已经有做承诺的话 它就必须要符合它所约定的一个品质 所以这个在后来增加的行程上面 可能是要去做这个部分的考量 那我们再来看第三个题目 就是这个贾跟乙分公司 签订了一个国外的旅游契约 由乙分公司负责安排到加拿大 洛基山的这个山脉的旅游行程 那贾呢 他也依照约定了全部付清的团费 那么到了这个加拿大旅游的第四天 当地接待的丙旅行社就说乙啊 他没有将团费汇到这边来 所以你甲要赶快付款 那否则我就不提供了时速跟上期了 那这个时候甲就迫于无赖了 所以就付款了 付款以后呢 导致每个人有重复给付团费的一个损害 所以呢就向乙来要求赔偿 而且呢 他又依照两兆的这个签订的国外旅游契约呢 可以要求呢 损害额呢 五倍的惩罚性的赔偿金额 那乙呢 就说呢 你甲是靠韩呢 在乙的这个旅游业呢 本件呢 是独立的一个对外承担业务 跟我们团费呢 没有缴交给乙分公司呢 这个团费的增值呢 是以分公司离职人员呢 丁他自己呢 所签订的 所以跟我们乙也没有关系 所以乙公司没有什么不但得利 而且靠韩业者要致富盈亏 所以形势上呢 虽然是我们乙的分公司的名义为之 但是这个旅游契约呢 他的责任仍然是由靠韩自行负责 所以本件呢 这个假计为靠韩者呢 跟旅游契约的责任呢 应由致富呢 以并没有任何的侵权 或不但得利 或不完全取负的这个情形 请问一下 哪一个人有理由 是的 在这个案例当中 事实上也是真实发生的案例 大家可以去参考 那个89年检上制 同样是就是在检验件 检上制第51号的这个判决当中 他特别有特别提到 就是这个该案的 我们刚刚老师所提到的一些事实内容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 在这个案例当中 旅客是跟所谓的假的分公司签约 但是它是一个国外旅游 所以通常我们可以看到国外旅游 通常这个所谓的母公司或子公司 会跟国外的所谓的另外 在我们提议当中 所谓的靠航的旅行业者 会做一些所谓的一个契约上的一个签订 但是在这个案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现在所谓的乙公司 也就是所谓的这个旅客跟他签订的这个契约的这个公司 他主张说靠航业的就是外国这个公司 跟他的关系是所谓的 他是做一个切割 认为靠航者应该自负盈亏 可是这样的见解事实上在这个减上次 89年减上次的第51号的判决 并不认为是这样的一个见解 他反而是认为说 在这个法律上关系 以这所谓的旅行业者 国内的旅行业者 不管他的本公司或是分公司 他签订契约之后 到时候旅客到了所谓的他国 去外国旅游的时候 这所谓的靠航的柄 这个旅行业者 在法律上会认为是所谓的 我们民法当中的224条的 所谓的旅行辅助人 也就是所谓的旅游的一些服务品质 那本国公司因为是外国的一些旅游服务 所以他委托这个所谓的柄 就是所谓的代理人使用人 来完成这样的所谓的旅游服务的一个提供 提供给假旅客 所以在法律上的见解会认为说 因为柄即便是靠航 他的法律关系是所谓的 民法的224条的一个旅行辅助人 也就是已公司的所谓的代理人或使用人 所以当这个所谓的柄公司 也就是有任何的所谓的 给付上的一些故意或过失 原则上我们在国内的这个 本公司或分公司 就应该是与自己的故意过失 负相同的责任 反之就是因此就是按照 民法227条的一个规定 我们可以看到因为这样子而造成 所谓的重复的一个付费的一个状况 那这样是造成所谓的应可规则于 所谓的这个已公司的旅行 旅行社的一个状况 所以呢按照我们的民法的一个规定 这个旅客是可以请求所谓的 持延挤付跟挤付不能的一些 相关的一个损害赔偿 那这个大概是这个案例的一个概述 好我们休息一下请原的律师补充一下 有关这个问题同学其实也可以在 我们刘老师的大著这个法律生活里面 第四篇的这个法律休闲生活 所附的这个国外旅游定情话 7月应记载及不得记载事项里面 有一个应记载事项是 有关恶意气质或留置旅客的 这样的一个约定 那么如果在这个定话7月 这个条款里面 如果发生这种情形下的话 那个旅客可以请求赔偿全部旅费 这个五倍的违约金 那么提设这个情形 这个到了国外去 结果当地的这个旅行社 说他们有收到钱所以就不管了 那这个时候等于是行同 在食物的见解里面 就行同已经把旅客 恶意的气质在当地 所以法院最后肯定 就是说既然已经构成恶意气质的时候 按照我们的定情话7月 刚刚所念的这个条款 请求他五倍的这个五月经 是有道理的 是我们现在这个案子 就是因为我们现在 国外旅游非常的盛行 所以常常会出现 我们本国的旅行社 要委托在国外当地的这个旅行社 不管他是跟他有靠航 或策略联盟 或是他自己的分空制在那边 就会有出现这个 这个由台湾街团 然后由在当地的旅行社来负责 做这个导游的这个行为 好 那这个案子里面 刚才我们赵凡律师已经说了 无论他是靠航还是他的分公司 基本上面我们的这个法院就认定 这个时候有224条的试用 就是有这个补助人 旅行补助人的试用 那么因此这个在加拿大的这家公司 他就被认定是在台湾公司的辅助人 好 那在台湾公司的这个辅助人 他们因为自己的一个因素 而认为说你这个旅游团 你不付钱的话 我就不再去跟你接待旅游 这些行为的话 导致了这个旅游团 不得不去跟他再签一个契约 所以在这个案子里面 这个法官就认为说 当时这些旅游团 在跟这个秉公司签约的时候 他已经是出现了 另外一个新的契约出来了 所以原来的契约 已经被终止掉了 好 那这个时候就出现 刚才原德律师所讲的 因为你去签这个新的契约的旅游 是因为秉公司他不接团 你不给钱我就不接团 所以这个时候是构成了 乙公司等同于契约 那这个等同于契约 根据他们的契约 以及我们国外旅游定型化 这个契约上面就规定 你如果构成契约的话 你是可以要求 全部费用的五倍的赔赏 所以这个时候呢 这个他要求五倍的赔赏 是有道理的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来讲的话呢 那他又要求你这个 因为债务不理型的損害赔赏 为什么他会造成债务不理型 因为你乙公司没有去旅行 他是跟丙在签订的另外一个契约 去完成了他的这个旅游的行程 所以你原来这个甲跟乙之间的这个契约 变成了一个债务不理型 所以我们要把它来分成这两个部分 那接着呢 就是刚才所谈到了 在这个契约上面呢 他的契约我们的解释 是为什么可以把它解释 除了根据我们国外电影化纪约之外 我们根据消费者保护法的规定 这个甲呢 是因为是不得已而去签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已经构成了一个气质的事实 好 那我们接着呢 再请教下面一个问题 就是甲参加A旅行社的套砖行程 在两天一夜 他的行程 包括了餐厅用餐 以及到某游乐场去游玩 那甲水团到游乐场的时候呢 刚好适逢这个游乐场的保养 所以就没有办法进去 晚上用餐的时候呢 又有团员呢 这个因为食物中毒 甲也感到呢 非常的不舒服 那请问要怎么样子来处理 是 在我们这个提设的情形 我们可以来看我们明法的 这个514条之5以下的几个条文 首先是有关这个游乐场保养 没办法进入的问题 那么在我们的514条之5的第一项有说 旅游营业人非有不得已的事 有不得变更旅游内容 所以在出发之前 其实旅游营业人应该去注意 就是说 注意到说到底今天要去的这个场地 有没有是进入人家刚好是 比如说年休或者是月休的这种时间 那么如果是去了才发现 那么这个时候按照我们514条之5的 这个第二项或者第三项以下的规定 如果今天因为这样节省了钱 反而没有进去节省了 比如说门票钱 这个时候应该要退给这个旅客 因为这个是旅游营业人 他变更了旅游内容 那么如果今天旅游营业人变更了 因为他主要两天一夜 就是要去这个游乐场 不能进去 这个时候呢 如果旅客不满意不同意的时候 这个时候可以去终止这个契约 那么当然也可以请求这个旅游营业人 把它送回他们原来的地方 那就这个费用也去向旅游营业人来请求 那么刚刚谈到的第二个问题是 吃饭发生这个食物中毒 我们来看一下是514条之6 这个时候规定是说旅游营业人提供旅游服务 应使其具备通常的价值及约定的品质 我们不论后面那几个字约定的品质 通常的价值至少你吃的东西 让人家不会产生这个不舒服 或者食物中毒 所以显见在这个提设情形 已经违反了514条之6的规定 那么按照514条之7的时候呢 这个旅客可以主张旅游营业人 必须负瑕疵担保责任 是 我想呢在这题当中呢 同样是在刘老师的著作当中 有写得非常详细 那在这边再补充两个法条 一个是514之8 也就是如果在旅游期间 应可规则于所谓的旅游营业人 而造成的时间的浪费的话 原则上是可以按照这个日数 来请求相当的赔偿金 而且每日的赔偿金 不可以超过旅游营业人 所收取的费用 总额每日平均的数 而这是就第一个部分 也就是那个保养场 就是说旅游游乐场 它保养当中 那通常这边要跟观众朋友 做一个说明 大部分的旅游营业的那个场所 他们会有所谓的固定的保养时间 那是有公告的 所以在旅行业者 他应该是可以窒息的 那至于所谓的 吃了食物中毒这个部分 要介绍的法条是 五一式之十 也就是在旅客在旅游当中 如果发生所谓身体 或财产上的事故 那旅游营业人 因为必要之协助的处理 那当然倘若这个事故 是所谓的可规则于 旅游营业人的话 他必须还要负担 旅客的一些损害赔偿 是 现在就是很多的旅行业 他在做这个国外或者国内旅游的时候 他都会说加上一个套专行程 就是我带你到这个游乐场去玩 那现在这问题是在这里 就是如果他是在旅行的这个整个行程里面 他已经是一个点 一个景点 游点 游乐点的话 他本来就包含了在旅游的费用里面的时候 那刚才我们是说根据514条之5的第一第二项 这个第三项 这个我们可以要求的减少费用 那如果说他是不包括在他的这个旅游费用里面 那这个时候就是导致了我的品质的减少跟浪费时间 那是另外一个条文的这个要求 那至于这个团圆的饮食的问题 那刚才呢 两位律师饮了两个条文 一个514条之6 一个514条之10 这两个条文都可以适用 但是现在就是在这边就是旅游营业者 他本身来跟这个餐饮店之间的关系 到底是什么关系 但是因为我们在旅行契约上面 他已经告诉你我都会住宿什么吃在哪里 所以他已经是摆在契约里面一部分 所以这个时候呢 旅行业他就要负担 但是如果说他在这个时候呢 他们是自由行或者是到那时候 他们才约定说要去哪里吃 那这个时候就是非可规则旅游业的室友 那他就是可以来协助 然后呢来处理这个部分 好 那我们的时间关系 我们介绍到这边 谢谢各位 请您处理到里面那批你实力的套兵 你是不是打算把他们要炸死啊 你们以前做什么事我不管 愿意回过的 放下武器走过来 家长 我有一个提醒你啊 纵容包庇违背法计 投稿严重啊 请问苏台英在吗 你给我讲完 我跟我们跑去说电视村 我们都好读到他 那早些人 那滚穿着地 不用说也让我们回去 每周一至周五 晚间十点回家 到这里啦 的 大猛 小匠 丙 小匠 读者 子